嗨,大家好 今天呢,有朋友要來 家裡聚餐的初二嘛,對不對 然後呢,每年初二的時候,我們 一貫的就是聚會這樣子 對,就是 朋友來揮娘家 然後呢,我要準備料理,所以他在備料 你們猜得出是誰呢? 去年初二也是,也是他來 好,我現在在備,就是在弄這個蝦 弄這個 蝦子,草蝦,這也是我們自己賣的這個大草蝦 大隻 還OK啦,就是我覺得算大隻的 然後肉質好,然後我今天要做這個花雕蝦 所以我現在先,就是 剪頭剪腳,然後呢,開背 都做比較方便,就弄完就是變成這樣子 還繼續丟回水裡 今天準備的東西蠻多的,因為一隻蝦這樣子,我會先把 他從眼睛,頭尖尖的部分跟眼尖的部分把它剪掉 對,這樣子我等一下烤的時候你才不會爆掉 只要頭弄到就不會吃到 然後腳 腳也是 這樣客人吃的時候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然後 檢查一下 碰一下水,然後看有些腳沒剪到修掉 然後還有尾巴這個地方 因為我等一下用鉛子啊,把他的尾巴 串進去 所以說像尾巴不是有一個,蝦的尾巴不是要尖尖的 把他反折 反折抽出來 我就看到他的小,有肉的小尾巴在這邊 那這個尖尖的也是 常常都會被刺到 那如果要買 草蝦的朋友 就下面留言,好不好 也可以訊息有我們的小幫手 小幫手會 幫你就是聯繫 聯繫 過年期間比較好 過年期間大家都在休息 過晚年 最近要做的這道料理 朋友來,通常朋友來的時候才會做 就是 花雕酒蝦 花雕酒蝦 這種通常很多時候做料理啊 其實 我覺得做料理 算是簡單 只要你會做的話 通常都是在備料跟 處理的時候是比較麻煩 順順也不用 順順也不用 因為順順其實 我在烤的時候他都Q起來 不然腳啦 頭啦 尾巴啦 那些的 都是 要弄掉的 這把剪刀比較大 剛好我們這隻蝦 的那個 就是把頭 折下來 然後剪刀進去 先開一點 然後從中間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剪開 到最後這個烤完之後啊 就會開花 就很漂亮 但是 處理的時候要小心 處理的時候是最容易被 弄傷 然後到時候就從這個 尾巴這樣 穿進去 今天是不是要海鮮大餐 今天這一片就是 背料跟大家聊天 聊聊天 背背料 是你看的 做廚師啊 學做廚房的時候 在餐廳 其實就很辛苦 因為一開始都是 學徒嘛 就是要必須要 背料準備 然後呢 他們就是覺得大廚很輕鬆 只要在那邊炒東西就好了 但是每一個大廚 都是從學徒開始 為什麼要讓學徒這樣做 因為呢 他在變大廚之前呢 一定都會經歷過這些 背料啦 然後呢 很 很 很高剛 很辛苦的製作方式 才能做出一道美食 不然你看 一隻蝦 弄完 對不對 弄完 就是烤完你一吃 撥殼 一吃 撥一下就吃完 那我在處理一隻蝦的時間 可能 跟料理的時間 都比 你們吃的時間還要久 這種有小剪刀的話是最好 那種尖的小剪刀 我們家庭 家庭通常不會有 家庭通常都是這種 家用剪刀 所以就 好笨喔 那我拿牽紙串 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再放蝦子裡頭髮 我的水槽全部都是 蝦頭 蝦頭 蝦腳 蝦尾巴 為了 朋友 來吃到我的美食 來去跟哥哥玩 去跟哥哥玩 好不好 好去去去拿這個磁鐵過去 去跟哥哥 去跟哥哥 來吃鐵是不是 來 這個 好 好去 分享 小朋友在我後面 還要買一個 不行不行 這東西到這還可以 去吧 這樣我剛剛說的齁 我們蝦弄完之後呢 這樣子 從尾巴這邊 我這邊把他撥開 撥開 然後兩個有尾巴 這根擺是尖尖硬硬的 這樣抓紙他 這樣灌進去 然後呢 差不多到頭部分 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他頭就不會垂下 如果我不倒的話呢 他頭是會垂下來的 所以我穿進去頂到頭 等於說他會插到這邊 所以這樣子一次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就是 做這些 準備工作 然後 再來泡這個 花雕酒 這很簡單 我個人 你們知道就是我平常就是我平常有在 喝酒啊什麼的 其實你其實就可以 把整個花雕酒 就是 倒到一個容器裡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容器 齁 找到一個 可能 找個盒子 然後呢 打開盒子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是ok的 你會把你的蝦放在這裡 然後 然後 花雕酒 加點花雕酒 好 這樣去泡 超級超級幹嘛 然後呢 我可以 調個味的話呢 可以再加點 加點醬油 就是 喝酒味好重 淡醬油 淡醬油 我真的淡醬油 讓他有 鹹 有香 然後那個味道進去 這樣子 那有人會加點糖 我就先這樣子 好不好 回囉 然後繼續背調 背調是漫長的 來吧